天呐 我去 差点手指都给我夹断了 Yuppie GoGo Les amis 食图的小可爱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收到了一个线报 也就是上次和我一起出海的渔民大叔 他给我来了一个紧急来电 告诉我地中海大乱了 兰花蟹泛滥 并且影响到了他们当地的生蚝养殖业 因为在法国 兰花蟹属于一种入侵物种 他只要进入到这种海湖区域 就会把海湖里很多的鱼卵和蚝苗吃掉 而且法国人是不吃这个东西的 也就是说他在这种海湖里 根本就没有天敌 今天我就让他知道天敌两个字怎么写 让他见识见识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女人长什么样子 兄弟们冲冲冲了 现在我们进入老环节 耳料搭配环节 今天我用到的耳料 是土鸡腿一只搭配二两臭鱼 这个土鸡腿原价要5.1欧 现在打折2块5毛7 它要原价我就舍不得买了 看看这土鸡腿 哎呀哎呀 这你还不上钩 我下血本了 我这都土鸡 5臭了的咸鱼2两 大家跟我说就是一定要用那种很腥臭的东西螃蟹才能上钩 所以这个沙丁鱼我是前天就买了 上次我去捕蟹啊 放了一个鸡腿 你们跟我说捞起来了洗洗还能吃 哎真有你们的好家伙 之前呢也听了小伙伴的一个意见哈 这个肉不能够直接丢到这个笼子里 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固定在中间 我问了一下那个渔民大树哈 像在这个入海口这个地方就有 而且你看这种下面非常多的水澡 这儿就有只螃蟹 看见没 哎呦呦呦 咋那么快这螃蟹 抓起来了 这是啥蟹啊 脚上还有毛 那些渔民一脸蒙的 哎呦呦呦 哎呦我的天 我咸又湿了 我先试一下 还是浅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力甩那么远 我估计得让我的摄影师来 实际人 哦可以的 因为说是泛滥了嘛 据说很好补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大约要等到两到三个小时以后 然后再来收它 那个笼子我就放在那 然后我在这附近的沿海线上捡一下 像这边我们就只能拿到些这种东西 地中海是没办法赶海的 这是海螺还是那种胡螺 没见过 应该能吃 到处都是这种螺 哎回去我要煮碗螺丝粉 爆炒甜螺 哎呦它怎么还在飙水呀 这玩意儿 哦你看这是啥 哎 这什么螺 丁螺吗这是 可以吃吗这个东西 你看你看看 是鸡菊蟹吗 爬出来了 我的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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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个清口 之前我看有小伙伴跟我说 现在这个东西不能吃吗 你看前面有一个这种网 国内人家赶海不是说 遇见这种什么废弃鱼网 里面都是大货吗 我拉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大货 全是水 有没有大货 这都煞 煞也没有 这下面会有一些这种螺 不过很多都是空的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再开一下 这个贝壳是好的 完全封死了 哇 那么大一个 看这地上 你们可千万别觉得这是石头 全是贝壳 这有个螃蟹 这就跟我上次捡的那种很像 不过这个应该是被那种海鸟啄过了 你看它都没啥活力了 捡不捡呢 不捡又 我万一又空军了怎么办 算了 算了 我捡了螺了 不要了 放你一条深路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水母吗 这是啥东西 像那种果冻一样 有知道的小伙伴吗 弹幕一波是水母吗 这整一个什么凉拌海泽皮 我感觉是水母 海带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好的 又捡到一个 这有个大的 好的吗 这个也是好的 两个 这个螺我感觉也泛滥了 全都是 一二三 这有一个废弃了的生蚝网 没有 不知道泡了多久了 壳都泡黄了 本来以为在这里边能捡到点生蚝 你看这湖边上都是它们拉起来了 以前的不要的 这都是生蚝的壳 看这个 那么大一个清口 不过都已经没用了 其实我不太知道国内是什么情况 像在法国你要赶海 必须要有潮汐 所以在地中海区域 是没有办法赶海的 大家都催根我去赶海 我必须要等到大潮的时候 去北大西洋那边才能够赶海 才能够捡到货 不然什么货都没有的 现在已经下午6点半了 这个笼子我已经放了三个多钟头了 为什么水面那么平静 我不会 我不会又要空军吧 这个绳子 这个绳子都没有移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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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螃蟹 是螃蟹吗 螃蟹我看见了 看看 看里面 天 是兰花蟹 这么多 这有多少 一只 两只 就两只吗 三只 这东西那么凶的吗 我以为 我以为我又要空军 我手套都没拿 这怎么弄 我都没办法 不行 太凶了 我就该替你们的去买一个什么 哪种夹子 这我完全没办法弄出来 哎呀 这边这只好 会不会好一点 这只好一点 这折我拿这折 害怕 天呐 我被夹到了 我去找个东西去 用这个 来了 来 夹着这个 它夹泡沫了 我就不信了 哎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卡住了 卡住了 来了 哇 哇 补到了 终于终于 朋友们 终于终于补到了 像这种蟹啊 就是入侵者 我知道在国内 大家都是吃这个兰花蟹的 但是在欧洲 他们是不吃的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已经没有天敌了 哇 我整个手已经出血了 我天 天 整个麻了 我手指都 不过 终于算是补到了 我跟大人 你看 哇 你看它夹子 这个泡沫 全都夹碎了 已经 天啊 给它夹一下 真的是难受 之前有小伙伴说 说我补的那个面包蟹 哎 怎么都不动 我告诉你们啊 这种蟹啊 它也分种类的 如果你们吃过面包蟹 或者是龙虾 那个东西啊 它不会瞎动的 它就是很平静的 但是像这种蟹 就是在这种湖海里的这种蟹 它的这个脾气会非常暴躁 今天晚上我可以吃这个 爆炒兰花蟹 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了 剪了一些螺 可以拿来炒 主要收获就是这些三只 这个兰花蟹 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 我就给它放进去吧 因为我觉得太凶了 你看它的这种脚上啊 是蓝色的 就是弓的 这种脚脚是红的的 这种就是母的 在线提问兄弟们 这个兰花蟹怎么吃 清蒸的抠衣 爆炒的抠衣 它好凶啊 这怎么处理啊 我把握不住啊 它的摄影师比较牛 他把这个两个钳子给它踹断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处理 就容易很多了 这个是母的 咱看看有没有蟹黄 哇哦 天呐 蟹黄 哦呦好黄这个黄 三只补完才这么点儿 而且只有一只母蟹有黄 葱姜蒜爆香 加入一勺辣酱 哇哦 加入盐水 焖煮五分钟 加入适量老抽 盐 适量白胡椒 翻炒 加入葱青椒 哇太香了 这都不吃吃啥 香菜 起锅 真的我都惊叹我的手艺 忙活了一整天 终于制作完了我这一道 椒盐 狼花蟹 闻上去好香 看看这个肉多饱满 为什么这老法都不吃这个 那么香的东西 哇 好吃啊 嗯 嗯 这个肉特别甜 好多肉啊 这个味道简直叫不虚此行 有时间了我还要过去补 好了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予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 拜拜 太远了 看 火烈鸟 看见没有 哇 看见没有 哇 火烈鸟 哇 飞了 哎 火烈鸟居然会飞的呀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予品 每周日更新 别忘了转评赞三连哟